快 那边 这边 那边看看 快 快啊 李公公 皇上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奴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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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听入慈殿宫 侍卫全都撤走了 担心太后的安全 所以派人全了视察 走 都给我退下 既然皇上都是退下了 还不退下 是 对了皇上 您以后想干什么事 您让奴才帮忙做就行了 您自个儿千万别私下做主张啊 这要是有了个误会 怎么跟太后交代 您说事不事 告辞了 滚 莫大人 这么多书你都看过呀 怪不得呢 你能够当上六品公正 不像我 翻来覆去啊 就只会读那几本一书 六品公正又如何 不过是打理后宫的杂事 管理宫女和太监 不像男人 只要读书科考 只要读书科考 就能上朝论证 今世济明 没错 这样的确一点都不平等 女子为什么不能参加科举 为什么生男的叫弄章 女的就叫弄瓦 为什么男人三妻四妾 女人就三从四夺呢 何太医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你敢扮成男装 进太医院 挑战男女不平等的制度 我这也是情非得已啊 太医院只收难的 可结果呢 砍头通缉 小命都要赔上了 历史上哪个皇帝 不是冒着沙头的罪名 起义登基 要想成大事 就得不怕死 嗯 没错 行医也是一样 只要能治病救人 救死扶伤 是男是女又有什么关系啊 可惜 这些规矩都是男人定的 女人没有参与的权利 虽然现在没有 但是 我相信以后 一定会有女状元 女尚书 女将军呢 还有女太医 那是当然了 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当人不让 何太医啊 我觉得我跟你挺有缘的 要不然以后 你叫我姐姐吧 叫公正太节外了 那你也别叫我 什么太医了 听着怪别扭的 你呢 就叫我小天吧 小天 真可惜 现在才认识你 我就要出宫了 早点认识的话 我们肯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如果有缘的话 我们会再见的 嗯 公正 大哥 李宝川那边搞定了吗 没事了 我们可以走了 莫公正 谢谢你 皇上太客气了 这是以柔应该做的 大哥 你那边不是缺人手吗 你可以找莫公正帮忙啊 他读过那么多的书 超有想法的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咱们该走了 那我就先走了 姐姐 皇上慢走 莫公正 今晚的事 皇上请放心 今晚的事 以柔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谢谢 小天 嗯 今晚要委屈你 输在御书房了 嗯 大哥 你可别这么说 这御书房 可是皇上念书办公的地方 哦 手定睡一觉 就突然开窍来 哎 不过 御书房跟我想象的 有点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嗯 我还以为啊 会是金笔辉煌 雕梁画洞 满地财宝 历史上有像你说的这样的 不过 我不喜欢 只是个内宫休息的地方 安静舒服就可以了 嗯 说得没错 大哥 你可是 英明的好皇上 不能跟昏君比 嗯 大哥 我看 时候不早 我还是回去吧 你能不能送我啊 哎呀 别急着走嘛 反正现在太后啊 还在睡觉 等明天她醒过来再说了 嗯 我们很久没联络了 我很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啊 嗯 你现在住的地方习不习惯 我听小三说啊 你们准备开个地 是为了要造个 药铺 小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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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启禀皇上 太后醒了 太后您今天精神好多了 您睡舒坦了 也应该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啊 都睡了那么多天了 还睡啊 我得出去走走 好的 好的 走走走 母后 皇儿 您怎么下床了呢 昨晚上母后这一觉睡得特别舒服 这一起来头一点都不疼了 那要不要儿臣叫冷太医过来 帮母后检查检查呢 好了还检查什么呀 不疼了就没事了 可是母后病刚好 应该多休息才对呀 你们这阵子啊 都叫我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 那越休息人越发软了 不行 我得出去走走 太后我陪您去 哎呀 有皇儿陪我就行了 皇儿 走 何天心现在在哪儿啊 昨天晚上皇上把他带回了寝宫 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今儿早上 天还没亮 皇上就来看太后 何天心 应该还在皇上的庆宫 他在庆宫干什么呀 孤男寡女 同居一室 你一点儿不担心吗 何天心这个绊脚石不除 你想当皇后 没门啊 不过你别急 啊 我有办法好解决 请公公指点 哎 当年我进宫的时候啊 运气好哦 伺候到了皇后 这一伺候就是二十多年呐 从皇后伺候到了太后 从殊途的小太监伺候到了私立间的总管 地位是高了 但毕竟是个奴才呦 太后的身体现在一天不如一天 皇上又总挑我的刺儿 我又是够了还乡嘛 哎呀 没有子女伺候 可是我要留到宫里呢 这二十多年的日子 我可怎么熬啊 如果公公不嫌弃 请收以柔为义女 以柔一定照顾公公 伺候公公 如自己亲身父亲一般 如有照顾不周 或许请假意 宁愿天打雷劈 来了 请起 请起 好聪明的丫头 小心 好 王上 来 你看你这头发怎么了 得梳得平一点才好看 母后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好多了 昨天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今天精神也好了 何天心在宫里吧 你要知道 你母后只是头疼 我在梦里懵懂 稀里糊涂睡着的时候 我已经感觉到她在宫里了 儿臣看到母后 饱受头痛之苦 群衣又束手无策 儿臣 真是心如刀割啊 心如刀割 哀家才心如刀割呢 你竟然找一个朝廷清犯 来为你母后看病 不是我去找她的 是何天心自己出现 主动要为母后治病的 何天心 乔装入太医院 的确有错在先 可是她的初衷 也是为了治病救人 而且 她进太医院之后 屡见齐功 先是治好了母后的 夜食病 现在 又医好了母后的头痛 要说这何天心的医术呢 确实比我们太医院的 其他大夫要高得多 多亏她了 治好了哀家的头疼病 这要是因为通缉她 而埋没了她的医术 倒也确实有点可惜呀 儿臣斗胆 恳请母后赦免何天心 这怎么可能 她欺君满上 抗旨逃婚 还逃离法场 她的胆子也太大了 还有那个什么 张 张什么哲 张哲三母后 对 那个张哲三 他竟敢法场结球 伤害皇上 搞得是天下皆知 这两个简直是目无王法 让朝廷威信扫地 像这样的人 死一万次都不够啊 母后 这法场结球 全是儿臣的主意 跟他们两个无关呢 什么 是 是你的主意 母后 太后太后 母后 母后 你这个傻儿子啊 就算是你的主意 那也不能声张啊 现在还好 老百姓还不知道 文武百官还不知道 就算他们很想知道 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啊 怎么了 难道你想照高天下人 这主意是你出的 母后 虽然 不能告诉天下人真相 可是也不能让张哲三 替孩儿背黑锅呀 你要是饶了那个张哲三 你皇帝的威信放哪儿去啊 以后你拿什么 治国平天下呀 母后 不要再说了 要饶那个张哲三 是不可能的 要说 赦免那个和天心嘛 我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母后的意思是 只要那个张哲三伏法 朝廷的威信得以建立 哀家可以下令赦免和天心 母后 母后 没关系没关系 老问题了 走 哎哟 小天 太后还在气头上 你可能要再委屈几天 我会想办法 让你们尽快回来的 大哥 大不了我继续当逃犯喽 这样一来 你可以顾全孝道 二哥也不用被砍头 话是这么说 可 我这段时间 我这段时间 常常想起以前我们三个人 一起聊天 一起喝酒 一起打贪官 为民谋福 可现在好像 好像 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大哥要做个好皇帝 就算没我和二哥也要坚持 要做个好皇帝 先要做个好大哥 小天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说服母后 保住你和小三的命 对了 等一下张公布 要来汇报地震灾区的事情 你在这儿等我 开完会我来找你 大哥 回来再说了 小安 是 进来 皇上 看着小天 别让他走啊 是 大哥 天哥 不 天姐 有什么吩咐啊 你帮我转告大哥 我不想为难他 所以我还是先走吧 别 皇上刚吩咐我 在这儿看着你 你现在走了 这不是害我吗 这个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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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住 你是哪里的太监 衣服战都关了 来这干什么 我是上山间的 来打扫的 工具都没拿 打扫什么 我给忘了 我回去拿 站住 看你这样就不像好人 跟我走 谁你都敢去 二哥 行了 行了 别打了 二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就只能你来 不能我来 是不是 干嘛穿成这样啊 玉衣当不成 想当太监了啊 你不要胡闹了 你什么时候进宫的 我跟你一块儿进来的 从你离开 我就跟着你 看着你 放风筝 看着你跟大哥见面 还看着他带你进宫 那你干嘛不现身啊 头盔狂 说得好听点行不行 我这叫保护你 看 这就是成果 再来两下啊 那么 你还看到些什么 也没看见什么啊 就看见大哥带你进了太后寝宫 然后又回了御书房 这一直到天亮 都没见人出来 喂 你老实跟我说 老实说啊 你跟大哥 有没有 什么 什么 那个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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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那个 切身人静 孤男寡女 干财烈火 都会发生的 那个嘛 没有了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说啊 这漫漫人生路 都会错几步 没事 你跟二哥说实话 二哥 顶得住 等等 说吧 大哥 大哥又不是你 他是君子 这君子也是人啊 他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啊 我你个大头鬼啊 不要诬蔑我们的清白 真的 得嘞 这是我说的最痛快的一次 晓天 我就知道 你这心里啊 肯定还是有我的啊 那既然太后没事了 咱们就回去吧 啊 等一下 我有一封信 要给大哥 不是 这 大哥看着你 他肯定不会让你走的呀 哎呀 我悄悄地放过去嘛 得 放下咱们就走 好吧 要不然大娘该担心了啊 走 走吧 嗯 嗯 那 要不这样吧 就说我们上山采药去了 然后迷路了 那采的药呢 这个 饿了 然后咱把它吃了 那采药的工具呢 工具掉沟里了 然后挺危险的 也没剪 然后呢 然后就就 天黑了 迷路了 挺合理的 完美啊 就这么跟大娘讲 小石头编的都比你精彩 我娘会心吗 我一共跟你讲了八个版本 从送迷路的小孩子回家 到被山贼劫持 我觉得采药这个版本 是最没有破绽的 你嫌不好 你讲一个 是不是 你又讲不出来 所以只能用这个版本 反正咱俩口径一致 大娘也找不出什么证据 她不信也得信 走吧 大娘 回来了 我跟小天啊 赶紧回去吃饭吧 大娘 娘 我们一夜没回来 你不问我们干嘛去了 上哪儿去了之类的 干什么去了 上哪儿了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出去了要说一声 要不然出事怎么办 其实啊 我们俩是上山采药去的 然后迷路了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 行啦 谁进去听您说书 赶紧吃饭你了 你 我这还没正经说呢 正经说还差个板儿呢 皇上 皇上 不好了 皇上 小安 怎么会这样 皇上 起来 皇上 奴才是被天结打晕的 他人呢 他人走了 对 只留下这个 对不起 大哥 对不起 大哥 我想了想 还是决定先走了 因为出门时 没跟我娘说 我怕我娘会担心 这次来 看到你一切平安 我心里就很高兴了 虽然很想留下来 但是我娘一定不会答应 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不告而别 请你原谅 附上一张宝甘汤芳 给你补补身体 你睡得少 事情多 压力又大 一定要更注意照顾自己啊 别怪小安 是我打官她的 请代我跟小安道歉 大哥加油 我永远都支持你 小天 小天 奴婢参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照朕何事 奴婢担心 和太医进宫 没有带贴身衣物 所以就送几件过来 天心已经离开了 小天 已经不在皇宫里了 离开了 可是 她治好了太后的头痛 应该是大功啊 怎么会没等赦免 就离开了呢 皇上恕罪 朕没有怪你的意思 不必道歉 你觉得应该 请太后赦免何太医 何太医前后两次 都是在群医 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治好了太后的病 理应赦免 虽然说 何太医之前 扮男装入宫 违反宫规 但其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 而且 她和赵太师的女儿有婚约 也不是她所愿意的 况且她到了关键的时刻 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这两件事情 都不是她的错 宇柔与何天心虽然认识不久 但是她为人善良 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 那你怎么知道 她不是表里不一假惺惺呢 如果何天心 真的是表里不一的话 那皇上也不会对她念念不忘 你说应该借这个机会 让太后赦免何太医 可是朕跟太后提过了 皇上圣明 奴婢怎么就没想到呢 怕是太后不准 所以何太医才离开 皇上才愁眉不展 你为什么觉得 太后不会答应 太后是个明理之人 如果没有赦免何太医 一定是因为之前的 法场结囚和抗制逃婚 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 如果贸然赦免 只怕会闹得文武百官 和天下百姓都不得安生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才能给百官 还有百姓一个交代 奴婢只是略听一二 不敢妄言 好 朕告诉你一件事 可是朕告诉了你 你别跟别人说 奴婢不敢 那奴婢与和太医十分投缘 也希望能够帮助她 一定会谨守秘密的 小天 不不不 洗衣扬啊 不不不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刚吃饱坐着不健康 你起来运动运动 没事坐 不会去洗碗的 洗了 那去洗衣服啊 也洗了 我这鞋都给你刷了 反正你去做什么都是 就是不要来吵我 有话不会好好说呀 干什么对人家小三那么凶啊 听不听见 没事 这样亲切嘛 来 大娘您坐 我去给您倒茶去啊 您是喝冷的呀 喝热的呀 随便 拿着这个 我刚给她刷的 你看看人家三儿 对你多好啊 连鞋都给你刷 还对人家那么凶 他是你结拜的二哥 又不是你小弟 谁让他动不动就来反悟动 他烦 我看是你烦 有些人啊 有些事 该忘就得忘了 别死钻牛角尖了 娘 你在说什么呀 我哪有钻什么牛角尖啊 有些事偏要我给你讲明白了 人家是什么身份 人家是皇上 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卖猪肉的女儿 那身份背景落差那么大 就是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 再说了 后宫里嫔妃一大堆 个个勾心斗角争宠的 你能争得过人家吗 今天是楚秀宫 明天是长春宫 后天是永和宫 你接受得了吗 娘 你又没去过宫里 怎么知道长春宫永和宫的 我听说书的说的 说书的也知道这些啊 这都不是重点 你别跟我挑小字眼 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已经离开宫里了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知不知道 小三多好啊 是不是 人又勤快 是不是 长得也挺精神的 对咱们母女俩又挺好 要说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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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唯一就是不识字 是吧 这个文化差了一点 但是不识字没关系嘛 是不是 可以学呀 你 你 你 娘 喝茶 谁是你娘啊 不许你乱叫 娘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呀 念书 识字 好啊 娘 我教你 叫你偷听 叫你在偷听 谁偷听 我不小心 你 别闹了 好像有人来了 大娘 小天 你们先走 这交给我 别慌 天姐 三哥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带皇上宣读圣旨啊 何天心 张哲三 何美丽皆旨 跪 得得得 少废话 跪什么跪 都是自己人 站着念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太医院 太医院院士何天心 七品御史张哲三 民女何美丽 因治疗太后有功 特赦免三人罪行 并令另外领布奖赏 并另外领布奖赏 钦此 站着念步也挺好的嘛 是不是 小恩 这圣旨是真的还是假的 皇上圣旨 千真万确 天姐 三哥 恭喜啊 跟我回京吧 太后同意了 皇上已经解决这件事了 圣旨在这儿 你们拿去看看 皇上 母后 您找我 叫我呢 我是你母后吗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母后吗 二臣不敢 你不敢 你会不敢 我要斩合天心 你让张哲三法场结球 我要办张哲三 结果你弄个忠孝节一汤 母后 二臣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你先斩后奏 谁都知道了 就是我不知道 你为人君为人子 你说你应该吗 你应该吗你 母后息怒 儿臣知错了 知错 知错 知错有什么用啊 母一成舟了 我除了接受 我还能做什么 太后你 您息怒啊 皇上是讲情意的 他为何天心张哲三脱罪 这也是人之常情 无可厚非呀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你别老帮他说话 奴子没有帮着皇上说话 我是为太后您着想啊 这个何天心呢 医术是不错 可是他家教不好啊 干脆把他调到宫里来当女官 这样一可以 学一些礼仪章法 活力自己 二还可以 太后您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话 还可以究竟叫他来诊治啊 这一张折三嘛 从来就是鲁莽带烂 奴才建议啊 留在宫里当小太监 以免一笑大方啊 可是儿臣已经答应他们二人 官复原职 要是这样做的话 那不是 不守信了吧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 就怎么办 以后再敢胡作非为 就不要认我这个母亲了 下去吧 儿臣遵旨 女官是做什么的 女官是负责后宫事务的 不过 你还是去负责医护站 反正我无所呗 待在东长岸没有事干 调回来还开心快活 不过大哥 小天这个女官 是不是跟墨以柔一样 要归那个老爷贼管啊 制度上是这样的 这不是羊入虎口 推他入火坑吗 我会看着 不让李宝川欺负小天的 你事情那么多 你哪有时间管啊 李宝川调他的后宫当差 摆明了就是进水楼台 那个什么 什么进水楼台啊 别胡说八道 我的意思你懂啊 就是李宝川没安好心 我当然知道他不会 安什么好心了 可我何天心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大哥放心了 大哥放心了 那大娘呢 大娘他 这样的话 大娘他会不会不同意 没关系 我来搞定我娘 你确定啊 我这个没问题 看我都好了 娘 后宫那种鬼地方 我是真不想去 说话做事都要小心谨慎 连吃面都不可以太大声的 娘 你不用太担心我啊 只有笨蛋才想进后宫去呢 我那么冰雪聪明 怎么可能会奔到自投罗网呢 这天底下 还有比在娘身边 更快乐更幸福的是吗 当然没有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毫无疑问 我会留在家里 可是 这是太后的意思啊 谁都不敢违靠啊 娘您说是不是 不是 您问我干什么呀 我说的话你听吗 你进太医院之前 我跟你说的约法三章 你一进太医院 你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别说三章了 我看你连一章都不剩了 娘 你给我好好想一想 你一进太医院 你闯了多少次祸 你被抓了几次 差点被砍了几次 就连老娘我都为你 蹲了几次苦遥了 好意思说呢 好了好了 不说了 反正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从今以后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娘 你别担心我 后宫有已柔姐姐在 她会照顾我的 你要不是我女儿 我也不担心你 大娘 你那么不放心 那就一起去啊 你 娘 我带你去见莫公正 她是负责后宫事务的 天心 已柔姐 这位是 已柔姐 姑娘你好 大娘 叫我已柔就好了 已柔姐 我娘她硬要跟我了 不好意思啊 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要不是你走到哪儿都闯祸 我才不愿意跟你出来呢 已柔姐 我娘是老实人 跟我住在宫里 保证不会添乱的 我是很老实 但是我女儿啊 没遗传我的老实 之前呢 给宫里添了不少的麻烦 抱歉 抱歉 娘啊 怎么 我说得不对啊 一柔姐 你要是觉得多个人跟来不方便 大可以叫她回去的 怎么会呢 有大娘在 宫里一定会很热闹 你看看 我告诉你 是个孩子就比你听话 比你懂事 一柔啊 麻烦你们以后 还要多多交交小天 对了 我们住哪儿啊 我身上这些家伙事 还挺沉的 这样吧 我叫两个侍从帮你拿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我这些都是宝贝 还是我自己拿着 比较放心 还不就是些破刀破板破碗 破锅膜 你少啰嗦 没有这些东西 能把你养大吗 这样吧 我带你们去休息 来 跟我来 好好好 快点 不是说要带我去后宫吗 怎么还住在这儿啊 住的地方一样 但是编织不一样了 以前你归太医院管 现在后宫归我管 那太棒了 以后有姐姐罩着 我可有好日子过了 是吗 你娘我虽没有知识 但是我有常识 后宫总管是太监李宝川 有她在 还能有你的好日子吗 大娘说得没错 李公公是我的直属上司 不过后宫的事宜 他全全交给我 从来都不过问 再说了 真正照着你的是皇上 又不是我 所以你不必担心 不担心才怪 大娘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 晚一点我再来告诉你们 宫里的规定礼仪 麻烦一柔姐了 谢谢你啊 姑娘 娘 你这样子害我很没面子的 跟我岁数一样大的人 都已经抱孙子安享晚年了 我在干什么 跟着你到处抛头露面 咱俩谁没面子呀 可是呢 我家宫里做的事 也算光宗耀祖了 是啊 了不起 你让娘敦苦遥 带着家左右街 真是光宗耀祖啊 哈哈哈哈 情深深一片苍茫茫 爱切切尽在花中凉 混流在那一夜花千月下 看星星疏落惆怅 牵住的都是手一双 都是情微和不一样 问谁在星夜里思念成长 看天地亮情向往 乌烟独向西楼 越路沟 寂寞的梧桐所请求 炫衝不免离海若寺旅球 毕竟夜帮滋滋味在陷队 化痴飘零水刺流 一种相思两出圆臭 多路太忙碌里的温柔 当不知多水水更流 让心去流浪 让门去飞翔 看爱情长年在水中了 轻轻在隔岸相望 让心去流浪 把思念装进了行囊 整个心看不见彼此感想 我们的心在歌唱 我们的心在歌唱